介於第一類有點胖皮膚緊實 跟第三類胖胖的皮膚又不緊 那中間這一類就叫做第二類 抽脂比較怕的是 第一個是 所以奉勸大家如果你要抽脂 從現在就要開始 越早越好 大家好 我是謝丞翰 我是整型外科專科醫師 今天非常開心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些脂肪的問題 我們知道脂肪是在皮下的地方 皮下組織下面就是脂肪 脂肪在下面才是肌肉 那它可以保護 避免一些外洩的碰撞 那像這個腸子呢 所謂的腹內脂肪 在腸子周圍呢 還是有些脂肪去保護這個內臟 才不會被揍了一圈之後 內臟就出血 肝臟就破掉 或是皮膚破掉 那第二個就是儲存能量 在古時候在遠古時代呢 我們是以打獵採集為生的生物 那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大量的趕快進食 那身體呢 把它變成脂肪 存在身體裡面 這樣才避免說 下一餐沒東西可以吃的時候 身體裡面的能量不會匯乏 但是進到現代呢 大家都覺得說 反正我每一餐都可以吃到東西嘛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脂肪 是不是可以少一點 那我想脂肪對於人類來講呢 其實是不要把它完全消除才對 尤其是在女性方面 我們知道這個 女性荷爾蒙呢 有一大部分是由這個脂肪 所分泌出來的 所以呢 如果過瘦 或是說像一些很激烈的運動 像那種把她瘦到一個翻過來的情況的話 那些女性的選手呢 很容易出現這個甜筋 或是驚奇不順 或是皮膚乾燥啊 變得像男生這樣 這樣也不是一個好事 關於多少脂肪比較健康 我覺得可以參考國健局的標準 那它有一個指標叫做 代謝症候群的指標 也就是男性的腰圍 要小於90公分 女性呢 是小於80公分 那如果你的腰圍大於90 或是大於80 那你的心血管疾病 你的中風的機會 都會大多上升 那有人會說 我長那麼高 我明明185公分 我的腰圍當然粗啊 那我如果是160公分 我腰圍當然粗啊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建議 大家有另外一個指標叫做BMI BMI這個是非常非常容易計算的 你的這個體重去處理身高的平方 比如說我是80公斤 去處理我是180公分 就是1.8 然後再處理是1.8 如果你算出來你的BMI 是18到24之間公斤 應該是一個健康的體型 前兩年通過一個叫做 特館法的法案 也就是說在八種手術裡面 必須要有麻醉唇科醫師在場 那關於抽脂 這一個它剛好就在這個八種手術 裡面的一項 它有特格規定 你的純抽脂量大於1500cc 也就是純脂肪 或是說總共的抽脂量 包括這個血水啊 什麼液體啊 超過5000cc 那這一個手術呢 就被定義在比較有一點點風險 必須要有麻醉唇科醫師在場 這一個身體的型態呢 我想先分三大類 然後還有一個第四大類 是一個特殊的 第一個就是稍微肥胖 它等於是捐勻的胖 然後皮的彈性夠 那大部分這一類的人呢 就是沒有生產過的年輕的族群 35歲以下吧 我想 這是第一類的族群 那第二類呢 我先跳過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就是一個第三類 第三類的族群呢 它就是有點胖 然後肚子有點垂 那而且呢 它皮膚出現的比較厲害的橘皮 那我大部分觀察到這些case呢 尤其在台灣呢 大部分都是可能50歲到55歲以上的族群 才會出現這個皮膚嚴重的橘皮 那也就是說呢 介於第一類有點胖 皮膚緊實 跟第三類 胖胖的 皮膚又不緊的人呢 那中間這一類呢 就像是第二類 其實絕大部分抽脂的族群 是介於這個中間 那為什麼後面還有一類 我要挑出來 就是所謂的平久度 有的人都說 我皮膚度很大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你自己試看看你躺下來 就肚子是平平的 甚至凹陷的 你就沒有被救命 那可是如果你躺下來的時候呢 肚子是膨起來的 那個就是有很明顯的內臟脂肪 也就是說內臟脂肪 大於這個外圍的脂肪 那這一類的人呢 我就會建議你可能要先減重 然後等內臟脂肪消了之後 再去抽脂 第一類的族群呢 它是皮膚比較緊的族群 事實上抽脂比較好進行 不管你用 傳統抽脂 動力抽脂 微塑 就是超音波抽脂 或是水稻抽脂 都可以得到不錯的效果 因為你皮膚夠緊 那第二類型呢 當然有一些人會考慮說 我腹部 比如說產透的時候 肚子有點下垂 有點翻下來 那這必須要做一些 腹部拉皮 把一些多餘的皮膚修掉 或是說 是不是要做這個腹子肌縫合 讓它變得更緊實 第三類的族群呢 因為皮膚的橘皮已經出現了 鬆弛又可能變更嚴重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這一群人呢 反而他可能會比較需要一些 有加熱效果的抽脂 比如說像超音波抽脂之類的 因為它會讓你的那個皮膚 附帶有緊實的效果 那最常見的傷口呢 會在這裡 就是在毛髮的上緣 在褲子的下方 那這一個傷口呢 有好處 它可以往這邊跑 所以可以抽到側腰跟下腹 那第二個傷口呢 會在這邊 腰的兩側 那這個傷口呢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棒的傷口 因為從這裡呢 可以抽上腹 也可以抽下腹 甚至可以抽後腰 但是呢 有好就有換 這一個傷口的缺點呢 就是它完全沒辦法遮掩 它沒有任何的縫隙 沒有褲子可以戴 那你就是很考驗這個 手術縫合的技巧 還有傷害 如果傷害越大的話 當然那個發寒就越不好看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傷口呢 就在肚臍 肚臍這個傷口也不錯 因為它可以完全被遮住 完全躲在這個肚臍的縫裡面 但是它的缺點呢 就是它只能抽下腹 反正它沒辦法抽上腹 那針對有一些族群呢 比如說它上腹比較肥胖的人 的確有人指胖上腹 胖下腹 上腹肥胖的人 它可以選擇 從這個 乳房的下沿 剛好就是一個凹陷的地方 從這裡進去呢 剛好的疤痕可以藏在這裡 那股溝的正中間呢 我們知道它就是一個 很深的凹腸 那從這個地方進去呢 幾乎不太會有疤痕 因為天生就是一個 凹陷的地方 那即使你抽脂之後 過了大概 半年之後 你再去穿低腰肌 也不容易被看見 那有另外一個族群呢 比如說它的側腰 是更肥胖一點點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要追加 在這個屁股的上沿 有兩個胖口 因為這樣子的工作區 才能夠 確實地抽到後腰 那如果是更胖的族群呢 比如說它內衣下面 有一點折痕的人 那就可能必須要從 這個內衣的下方 折痕進去 那因此 左右就是在 腹空中間 跟屁股上沿 這兩群 其實最常問的是我可不可以喝酒 我發現這些抽脂的人 好像都很喜歡喝酒 可以的 抽脂完之後可以喝酒 你愛怎麼喝酒怎麼喝 不要喝醉就好了 抽脂比較怕的是 第一個是 煙了 禁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抽脂之後呢 會破壞皮下的血液循環 那一旦這個人呢 他在抽煙呢 迷骨丁會讓微血管收縮 那收縮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腹圓就會變得差 抽脂上可能發痕 就會變得不好看 所以奉勸大家 如果你要抽脂呢 從現在就要開始解鎖 越早越好 那抽脂第二個怕的是 健康食品用太多的人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很喜歡吃健康食品 不管什麼人性啊 人生啊 還有吃一些中藥的製品 那我們知道這些健康食品 其實大部分的功能都是 外有補血 可是呢 如果要走到手術的人呢 他就會變成說 可能抽脂之後的那個 出血量就會比較多 那瘀血退去的時間 也會比較長 那第三個族群呢 比較害怕就是 萬一你是一個極端吃素的人 我會勸你 就是盡量還是以結實方向去控制 因為吃素的人可以觀察到 他的那個蛋白質的攝取 不夠多 植物性蛋白畢竟不比動物性蛋白贏量 所以 這些人的傷口恢復呢 是一個相對比較慢的族群 所以請 這三個族群 就是 抽菸的族群 吃健康這邊的族群 或是吃中藥 還有吃素的族群 要特別注意 這個抽脂呢 大家有一個名字就是說 我抽了之後會不會減重 事實上不可能減重 因為 剛剛有提到這個抽脂的上限 就是純脂是1500cc以上 就必須要把這個椅子在場 所以 我們假設2000cc好了 2000cc的脂肪也在2公斤 事實上呢 對體重好像不是重點 而是局部的雕塑 或是說抽完脂之後有沒有 恢復得很好 那皮膚變得很緊 那你就敢露肚子或是肉腿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抽脂的目標 跟這個效果的評估 提醒大家一點就是 務必在年輕的時候呢 把體重控制住 那這樣子抽脂的機會 就會大部分減少 那抽脂的必發症 或是不好的結果呢 也會大部分減少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